不如我們講講北約 北約將會今天在西班牙開始 召開他們的峰會 北約的峰會很密 跟歐盟一樣 他們一年都要舉行一次峰會 所謂峰會其實是summit 我們中文叫高峰會議 講得好像很高峰很高層次 summit其實有一個意義 其實是AGM那個級 跟一個連會差不多 在北約來說 每一次30個北約成員國都會聚集一堂 開這個北約峰會 這個峰會其實是一個連會 是一個summit 是一個AGM 但是又用summit的形式 在國際關係上 好了 這個峰會今年有什麼特色呢 這個特色在於 很多人會覺得 北約會講 怎樣跟俄羅斯鬥爭 怎樣去幫烏克蘭 又或者怎樣把瑞典 或者芬蘭融合 現在在北約開會之前 土耳其和芬蘭瑞典 終於談判了 剛剛在凌晨公佈了 土耳其和瑞典和芬蘭達成協議 土耳其不再拒絕 或者不再不支持 瑞典和芬蘭加入不約 這是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 比較容易 就是不可以再對土耳其的軍備 出口進行歧視 包括瑞典和芬蘭 一向都不肯買土耳其的軍火 原因是因為土耳其是尖滿鮮血的 雙手尖滿鮮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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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土耳其 尤其是對付富裔的人 非常之強硬 或者對付自己國內的政見 非常之強硬 好了 今次芬蘭瑞典 基本上就是接受 他們不會再discriminate 就是歧視土耳其生產的武器 仍然會被土耳其武器入口 去瑞典和芬蘭 第二 第二就是嚴重 就是說 瑞典和芬蘭 就會支持和協助 土耳其打擊 富裕德工人黨 這個非法組織 這個恐怖組織 這件事可能很大牽連 我有些懷疑 兩個瑞典和這個 就是芬蘭的首相 回到他自己的國家 可能他面對一系列的 為甚麼呢 講講 尤其是瑞典 很有趣的 尤其是瑞典人 在離開了富裕德做難民 經過土耳其走進歐洲大陸之後 大部分人會落腳在德國 落腳在德國 小部分人會選擇去瑞典 為甚麼呢 因為瑞典有很大的一個 叫富裕德人的社群 上十萬 這富裕德人的社群 原因是因為 本身瑞典和芬蘭 其實也是 他的政制和選舉制度 是容許富裕德的難民參選 所以在瑞典 富裕德人 不單止在社會上 有一些重要角色 可以做醫生 可以做很多不同的 甚至做官員 還有他們一樣有議員 參加瑞典國家的政策 所以瑞典對著富裕德國人黨 瑞典看富裕德國人黨 是一個政黨 但在土耳其看富裕德國人黨 是一個賺錢資助恐怖活動的恐怖主義組織 這個很嚴重 今次是瑞典和芬蘭獲得土耳其的不反對協議 其實他們出賣了富裕德人 他們將會是富裕德國人黨 為其中一個恐怖活動的源頭 逢有恐怖活動 瑞典和芬蘭都會打擊 土耳其肯定是多多intelligence 多多一些情報 將它交給芬蘭和瑞典 要求他們執法 他們這樣答應 結果被破壞了 在瑞典和芬蘭各土上的富裕德人 富裕德人 變相多了一個傀儡去追究他們 好了 今次的北約 除了說瑞典和芬蘭加勒之外 還說在地緣上 包括瑞典和芬蘭加勒之後 對著波羅的海的一個保護 波羅的海幫中 包括了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這三個國家 也包括波蘭 即是波蘭北面的水利就是波羅的海 而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的西面 就是波羅的海 主要是保養他們 這一個說法 包括如何融入 盡快融入 容許芬蘭和瑞典加入 甚至今個會議中通過也未定 又或者再加上 對於因為芬蘭加入了 所以芬蘭在北面 有一條和俄羅斯接釀的邊境的前繞 超過一千公里的邊境 現在除了新邊境 即是芬蘭和俄羅斯 導致北約和俄羅斯之間的邊境之外 還會出現 究竟現在波羅的海的國家 或者分治是波蘭的不安全 所以北約今次會談 包括談一個應變部隊 跟以前不同 以前應變部隊相對規模 今次應變部隊可能會組織 有30萬的軍隊 目的就是做一個應變 萬一出現俄羅斯 或者其他國家 對著波羅的海的國家 或者甚至乎 波蘭進行攻擊或者傷害的時候 歐盟或者北約的快速部隊 可以迅速地對應 快速部隊基本上會駐紮在羅馬尼亞 駐紮在寶加尼亞 駐紮在匈牙里 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 目的就是形成一個盾 圍著俄羅斯和白俄羅斯 目的就是防止他們對北約產生危險 除了增加30萬人的防禦性的應變部隊之外 北約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subject 今次都會討論的 就是去年已經定了 將每一個北約成員國的軍費 增加到百分之二 北約總共有30個成員國 如果每一個成員國的軍費 增加到百分之二 不會很大影響總體的軍費 現在就是美國一個國家的軍費 已經大過很多北約國家的十倍 譬如英國的軍費 大概就是 美國的軍費大概是8110億美元 英國的軍費只是727億美元 德國更加只有60到847億美元 而法國又有587億美元 意大利只剩下300億美元左右 如果你說百分比 看看百分比 即是說這個軍費開支佔國民生產總值多少%呢 美國是佔3.52% 英國佔2.29% 德國佔1.53% 法國剛剛到了2% 意大利和加拿大 都是佔1.4%左右 而西班牙只是佔1% 荷蘭也是佔1.4%左右 即是說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看到軍費方面 很多國家其實不達到百分之二 但美國就超過了 美國去到百分之三點五 不少百分之二的國家有多少個呢 原來北約有30個國家 現在已經超越了 或者達到百分之二的國家 只有九個 還有21個國家 是未去到過水平 而這21個國家裏面 當中有19個國家 就已經決定 將2024年實現這個 百分之二的國民生產總值 即是說 軍費開支佔國民生產百分之二的一個要求 北約為什麼要求呢 它的成員國是增加軍費 而且將軍費調高到百分之二或以上 目的就是 北約認為 它很快就要 成立這個快速應變部隊 或者叫應變部隊 就整30萬軍 30萬人 這30萬人 就肯定來自30個北約國家 也都要北約國家 除了給人之外 不用說他們的裝備和開支 都由北約國家負責 所以美國一來就是要對抗俄羅斯 所以要增加軍備 二來就是它本身 也都可以附帶了對一個 運作上的支持 所以呢 在上屆的峰會 即上年峰會 已經要求 北約成員國 將自己的軍費開支 加到佔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以上 但是到現在還有21個國家未實現的 好了 除了這一個之外 有一個挺特別的 那就是 當然啦 北約一定會談 怎樣支持沃阿蘭 但北約也會明白 尤其是歐洲很多國家明白 我們支持不代表 支持不代表跟俄羅斯打仗 因為這樣做只會引起更加大的戰爭 好了 除了俄羅斯之外 除了土耳其 空牙 除了土耳其 除了瑞典和芬蘭 加拿北約這個問題之外 還有一個特別的情況 就是南韓 南韓的總統 他到了馬德里 他將會參加北約峰會 北約國家 就是位置在歐洲和北美洲 現在如果南韓結果 在某個程式形式上 和北約合作 或者甚至加入的話 變相北約 不單止向東抗向俄羅斯 他甚至再向遠東抗向 就是中國大陸 南韓如果再黏著北約的話 甚至乎成為北約的成員國的話 結果中國大陸就可能受到刺激了 南韓總統尹錫悦 他的做法令人詫異 因為北約本身 就不覆蓋亞洲 北約本身覆蓋歐洲 主要歐洲 為什麼南韓會加入呢 南韓會加入之後 為什麼會發揮什麼事呢 這個就等北約很快就告訴大家 南韓總統尹錫悦 已經到了西班牙 將會出席北約的峰會 對 南韓總統尹錫悦 南韓總統尹錫悦